诶 待会儿要不要去唱歌啊 好啊 但是我想要再来点新玩意 传统KTV也面临挑战 像是新据点的板桥馆 9月底即将歇业要改形态 重新出发 虽然公告是写 租月到期只好先歇业 但新据点也改变营业形态 新的保龄球馆开幕 可以同时享受K哥跟保龄球 重温30年前乐趣 今年1到7月其他业者 钱贵目前为止都正常营业 郝乐迪全台收掉两家 木榨跟草屯店 业者说是因为房东不续约 想加价也不要 也透露出KTV的隐忧 因为最近新奇的复合式空间变很行 游戏翻两队比赛 输家就会被淋水惩罚超刺激 旁边观赛的朋友也都很有参与感 还有这个360度环境拍照 拍完马上上传IG 就连唱歌也可以编打麻将 或是直接进球池嗨唱 锁定的是东区夜生活 以及聚餐开趴 新型态的KTV在台湾开始流行 各种主题包厢 想要摆拍还是煮火锅 唱歌不再单单只有铃骨沙铃可以嗨 人数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不会所有人都这么爱唱歌 或者麦克风只有那几支 所以其他朋友就可以边喝酒 边玩其他的游戏 多元化的复合式空间 养胖消费者口味 一样唱歌 我还可以有更多游戏可以玩 以让传统型的KTV 可能得面临转型挑战 TVBS是许家瑞的一台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